2023年3月20日,大脚星人理事会 你们也能传导大脚星人理事会 传导丹尼尔斯克兰顿 一者,扬声传导 大家好,我们是大脚星人理事会 很高兴与你们联系 我们的目标是与地球上的物理人类 建立非常牢固的关系 因为我们正在寻找我们能量和智慧的许多通路 我们从未打算只通过丹尼尔来到这里 这些通道传输为我们和你们服务了许多目的 通过通道来的能量一直被设计为调缬更多的个体 这样他们也能够接收我们并传递他们所接收的 你们被要求在这个时候做更多的事情 我们知道地球上需要大脚星的视角 因为它与此时生活在那里的许多人的视角截然不同 地球上需要有更多的觉醒发生 尽管许多觉醒已经发生并将继续发生 你们中的更多人仍然有必要充当我们和大脚星能量的管道 因为地球上的大部分生命都被自我 贪婪和自私所支配 太多人拒绝了记住他们作为灵性存在的真实身份的机会 你们生活在一个拥有许多自然资源的美丽星球上 你们创造了许多来自灵性领域的分心 来自你们内心的无限和永恒 当然这都是计划的一部分 作为一个社会 你们需要先走上这条路 然后才能回到你们真正的自己 当你们回到自己的时候会更加甜蜜 这就是你们现在的处境 我们只是觉得需要更多的毛 更多的点来将这些能量扎根 当你们通过丹尼而收到这些资讯时 你们都在一定程度上做到了这一点 但我们希望近可能多的招募你们 因为世界需要你们 当你们的人类同胞需要醒来时 他们会这样做 因为他们想起了自己的大脚星根源 想起了那些美丽的大脚星生活 在那里他们花了更多的时间冥想和安静的内心反思 这是一个在这么多人中唤醒更多人的时刻 你们都知道 你们想成为其中的一部分 你们想帮助和疗愈 这就是你们的行动号召 你们以前也这样做过 否则你们不会以这种管道收到这条资讯 我们非常有兴趣与你们中的每一个人建立联系 让更多的人能够接受我们 并以各种管道从他们生活中更多的大脚星能量中受益 我们是大脚星人理事会 并以这种管道人体能量的大脚星能量中受益 你们呼气的越多 让这些光带从你们存在的各个部分延伸出来 你们就愿能将自己根植于你们的存在 你们的本质 你们的真理 以及地球 你们可以想象这些光带 他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目的 他们每个人都在伸出援手 触摸造物主宇宙的一个方面 以及你们周围的世界给予爱 今天我是大天使梅塔特隆 我想和你们谈谈世代之爱 地球上每一个化身为肉体的灵魂都经历过爱 无论是对他人的爱 对动物的爱 还是对大自然母亲的爱 是对自我的爱 亦或是对一种体验的爱 地球上的每一个灵魂化身 在你们当前的现实和前几代人中 都经历过某种形式的爱 所以他们能够与自己存在的爱联系 起来并分享它 想象一下 所有这些灵魂都在参与爱 地球上的每一个生物都知道爱是什么 它们将爱保持在自己的生命中 即使爱只是一小部分 如果他们选择这样做 它们可以与爱联系 体现爱 辐射爱 这是多么强大 在一个感觉消极 混乱或伤害比爱更大的世界里 这一认识非常重要 是的 我们可能会对伤害或伤害说同样的话 每个灵魂在地球上化身时都可能经历过某种形式的痛苦 然而爱是非常有力量的 非常强大的 因此 当我们意识到每一代人都经历过某种形式的爱时 你们可以意识到这种爱的能量现在正在流向你们 不仅来自你们的祖先 而且来自每一个祖先 你们拥有如此丰富的爱 它不断地流向你们 它的目的是放大你们的爱 支持你们体现爱 以及作为爱的榜样生活 爱是一种与造物主联系的管道 我们可以认识到 每一个在肉体中化身的灵魂都与造物主相连 无论他们是否意识到这一点 因此 意识到造物主的能量流经所有祖先的血脉 所有时代 造物主存在于每个人身上是正确的 你们可能会回顾你们的几代人或你们的祖先 其中可能充满了痛苦和伤害 然而 即使是先生儿的爱 也会有爱的时刻 因此与造物主有联系 重要的是 当我们一时到地球上 每一个灵魂的化身都经历过爱和与造物主的联系时 你们可以称之为这种能量力量将其体现在你们的存在中 然后 你们可以放大 培育和构建它 通过世代和祖先的血统将其送回 以赋予所有与造物主的爱和联系 如果你们多次实现这一点 那么你们存在中的爱的能量和地球上每一个化身的人身上的爱的力量都会随着你们的实现 而被放大很多倍 这是一种非常强大的管道 可以在所有灵魂 所有时相和维度内增强和发展造物主与造物主之爱的联系 因此 你们正在自己当前的现实中创造和放大爱 你们也在支持所有生命的扬生之旅 我大天使梅塔特龙邀请你们召唤我的能量和我的存在与你们同在 我邀请你们认识到你们自己内心的爱以及你们与造物主的联系 然后声明我的目的是与地球上所有化身的灵魂分享我的爱和联系 当我这样做的时候 我邀请他们向我传递他们的爱和联系 然后我会精心培育和滋养我所体现的爱和联系 这些爱和联系是给予我并与我分享的并将其送回所有的灵魂 我邀请你们再次与我分享你们的能量 直到这个过程完成 或者我说停止 谢谢 想象一下 你们正在通过每一代人 通过每一条组传 通过你们自己和他人 将你们的爱和联系传递给每一个灵魂 你们发送你们的爱和联系 并邀请这种爱和联系从这些灵魂流回你们 允许你们自己作为你们的身体接受 并充满光 爱和联系 吸气和呼气 专注于放大你们存在中的能量 然后再次发出 你们可以从所有灵魂中召唤出来 再次在你们自己的存在中被放大并继续这个过程 爱和联系将在你们和所有人心中建立 你们将感受到爱的存在 这是一种增强整个世界的爱和联系的奇妙管道 不仅在这个维度和现实中 而且在其他维度和现实上 你们正在创造一种爱的提升和联系的提升 我为此向你们致敬 你们不需要担心任何其他的能量会降临到你们身上 因为你们的重点和意图是爱和联系 所以这就是你们将得到和给予的全部 当你们完成时 你们可以说停止 然后让地球母亲握住你们的脚 拥抱你们 作为让你们脚踏实地的象征 我谢谢你们 我是大天使梅塔特龙